位在雾峰同龄里的明生桥 已经使用了41年 是当地居民及农产运输的主教道路 但这陆幅狭小且遇风灾 就常有断路的危机 而在明代及市府的支持之下 也进行了改建工程 将原本4公尺宽的桥面 要拓宽到8公尺 将可以大幅改善这贵车不易 河川通红断面不足的问题 提升市民的行车安全 刀鼠身后宣布雾峰同龄里 明生桥改建正式完工启用 将大幅改善当地居民 通行汇车不易及河川通河 断面不足等问题 整体来提升民众行车安全 他一直希望这个明生桥的通宽改建 因为老旧不安全 带水来的时候 三里来的时候冲刷 也相当的严重 安全上会当一律 所以拓宽 改建是大家的需求 为在雾峰同龄里的明生桥 已经使用41年 是当地居民及农产运输的主要道路 但落幅狭小且遇丰灾 常有断路的危机 在明代吉市府支持之下 自支了3567万元 将圆四公尺宽的桥面拓宽至8公尺 变成双向道 我们花了3500万 我们把这座桥拓宽到8公尺 变成有双向 那非常的便利同行 那经过了这个 在前年的12月到今年的2月 我们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也把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完善的 桥梁的通车 那今天我们特别来办这样的一个 启用仪式 我相信对于在地的交通观光 还有附近的龙特产业等等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龄居民引颈期盼的明生草改建 今日终于完工 不仅打通交通瓶颈 也解决风豪大雨洪水 漫过桥面的情况 让居民通行能够更加盛畅 也更加安全 记者庄视听台中 采访报导